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这一节我就想讲下另一单案件 就同立场新闻案的判决是自然不同的 就是所谓的屠龙案 陪审团退庭商议了23个小时之后 就除了一个被告赖振帮串谋导导致相当可能危害生命的爆炸罪罪成之外 其余六个人全部都是罪名不成立 当庭释放 陪审团制度是在香港秉承着英国的司法制度已经行了很长的时间 一般的案件去到这个高等法院刑期比较可以判得比较长的案件都有 不过在宇宙大发之后国安案件 就可以没有陪审团有陪审团和没有陪审团 最后的判决结果可能是 非常大的分别 现在回来详细讲 NOT VPN除了可以隐藏你的身份和保护你的私隐之外 还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 例如在网上看串流影片 Netflix 用了NOT VPN之后 不同地区的电影和剧集你都可以看到 又例如限定某一些地方才可以玩到的网上游戏 用了NOT VPN无论你在什么地方都好 你都可以玩到 在网上订酒店机票或者买东西用了NOT VPN 你身处何地都可以拿到不同地方的 折扣优惠 NOT VPN 是一个户口可以有六个设备 是一起使用的 一家大小都用到 用底下这个网纸 关键字是 SAMNGX 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订购两年 最便宜是港币32元一个月 还有一个月免费 30天内如果不满意的话 可以全数退款 挺好用的 不妨试试 这宗案呢就在2019年12月8号 大家知道那时仍然是香港的这个反送中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 在一个国际人权日大游行的前夕 警方就声称说找到大批的武器 手枪子弹 然后就抓了很多人 指控他们是串谋用枪械 和炸弹杀警 就不是用这个宇宙大法 不是用国安法来告的 是用什么呢 首次引用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措施条例 看下他叫串谋 反对这个 定名目标的 这个爆炸罪 串谋 对定名目标的爆炸罪起诉 他们包括串谋谋杀 反恐条例里面 等等可以判终身监禁的控罪 另一个被告就是串谋 用众筹作为这个恐怖的行为 为什么会不用宇宙大法 而用这个反恐怖主义的措施反恐条例呢 因为判得重点 是可以 坐终身的 所以有些事情是这样的 如果你用宇宙大法 因为国安案可以没有陪审团 现在用这条罪 这么重的刑罚就会有陪审团 一般都会有陪审团 这次就是用陪审团的方法去审讯 4月的时候就开审了 审了83日 三男六女的陪审团 退庭商议了23个小时 只是裁定一个被告罪名成立 其他全部 这个其余六个是罪名不成立的 你见到这宗案 六个被告主要有几项控罪 反恐条例下的串谋 定名目标的爆炸 串谋导致相当可能危害生命的爆炸罪 这个是交替控罪 串谋谋杀 除了赖震邦 串谋导致相当可能危害生命的爆炸罪 罪成之外 其余的被告 所有的控罪都是无罪 包括串谋众囚作恐怖主义的控罪 这个控罪都是无罪 这位是刘佩盈 其余就是 张晋库 张敏玉 袁文謙 李嘉田 许站荣 全部都是 宣布是无罪 你看到这一新闻如果你留意他那个审讯的过程 都蛮吓人听闻 因为这个被告作弓的时候 是多番指出 在这个审讯过程 被捕之后 那种受刑的情况 被告恐吓他们 例如 李嘉田说 警察曾经用水刑 觉得自己好像预匿 完全吸不到气 觉得自己快死了 警方就威胁他用 藏有军火的罪名 拘捕他妈 然后就说在这里 我开枪 一枪打死你 李嘉田说他不想母亲受苦 而迅从警员的指示 交出装置密码等等 这个案警员提供案情的内容 在录影会面那里照读 OK 照读 问他什么枪 李嘉田就说你有枪啊 警长就问 这枪在哪里 李嘉田说什么枪啊 然后那个警长 叫冯保罗 这个李嘉田公称 不停地刮他 中班牙 然后就 打他用拳头 打他的肚子 打他的左腰 他也恐吓他 这个就是 另一个被告 李嘉田的作工 另一个就是 你看得到 是王振强 这个被告 投诉 这个 警方在 审相过程里面 不停地去打他 要他攻出 藏枪的地点 亦都就说威胁他 你现在你不攻出来 我就送你回大陆 OK 你信不信831有死人 扔了你那方舟 扔你上去 可以送你回大陆 这样 这样恐吓他 那么最后呢 也都要照着警方的 这个要求呢 作供 你会看到 整个过程都 挺可怕的 这个审讯过程里面 很多被告出来都说 受到警方的 严刑敲问 准备了这些证供 叫他录影的时候 读出来 他们觉得是一种 用尽任何方法要逼他们去攻出其他人 所以你污点证人在庭上的作供 都是被辩方去质疑 是有很多的疑点 在这个陪审团的制度下 就有普通的人 被选择了做陪审团 就一直听着这个作供的过程里面 自己作出一个判断 如果是没有陪审团 就是法官自己 纯粹是 我认为哪些证供是可信的 哪些证供是不可信的 就是他自己 凭他的经验等等 或者他自己有不同的立场 作出判断 陪审团制度就是来自 英国的大家知道 这个是普通法的制度 又叫做 同齐审讯的权利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给人民 可以参与 这种管治的形式 体现民主精神 陪审团制度是来自各行各业 不同阶层背景 用他的日常经验 集体智慧 常识 就用到这个裁决里面 尤其是 陪审团的社会的经验 可能会比法官更多 法官 可能 大家知道他生活在云端里面 他日常 如果他是一个 自我期许的 或者自我弱借的法官 他连去酒吧喝东西都可能会有限制 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整个陪审团制度 更有效地 评估被告或者证人的证供 可信程度 当证人说 屈打成招 要 照着警察 的意思去说 那些是否真的呢 你要做一个判断 去彌補法官的审讯 审讯的不足 我也有经验的 我曾经被 选过去做陪审团 所谓选过 在香港的时候 都很多年前 他寄封信来 你一定要去吧 你不去的话 就是犯法的 你的雇主都一定要 批准你的 如果你选了做陪审团 当时 我去到法庭 有一宗 谋杀案 预计審讯了很多天 最后那个辩方的律师 就是被告的律师 就没有选我 因为我讲了我的工作等等 是 你无端端又会出现 很多人是不想做的 我在这个过程里面 也看到 有很多人是用不同的方法 说英文不好 听不行等等 去推 当你说英文不好的时候 用英文讲 跟法官 法官就说 你英文OK 你说得行 其实 法官就是 很 很不想一些人 用借故的原因 去不想做陪审团 我就讲了我的职业 然后被告的律师就说 他有权的话 他要谁不要谁 就不选我了 所以陪审团的制度 刚才说过 其实是对于 法庭的审讯来说 是对被告是更加公平的 不过 不过在这个宇宙大法之后 就说明 有些国安案件 是不需要有陪审团制度 说了很多的原因 陪审团制度是不需要的 是由律政司 定出来的 这个案要这个案 这个案不要 大部份的国安案件 或者全部都是没有的 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陪审团员 在这个国安案件里面 会担惊受怕 人身安全会受到威胁 所以就不需要了 也有这个 香港的首席互发出来解 就说 法官的法律知识 多很多 多过这个普通的平民百姓 很多 由他们審更加公平公正 我觉得 这番是废话 如果 如果 你说是那些陪审员害怕 这宗屠龙案 说是恐怖主义 为什么又有陪审员呢 因为 没有办法 不用陪审员 可能你会说 他们脱罪 会不会律政司上诉呢 根据一些资料是这样的 控方 不能够 不能够 陪审团作出的无罪判决 提出上诉 是不行的 控方是不能够这样做的 只能根据刑事诉讼条例 将审讯衍生的法律问题交给 那宗法院上诉庭 裁决 上诉庭 班下对案件有约束力的判词 即是一些法律的观点等等 但是是不会影响 这宗案 无罪判决的结果 这点第一 但是 如果被告 被陪审团裁定罪名成立的话 被告 可以就定罪 提出上诉 例如 法官有没有 错误引导陪审团 如果被告裁定罪 上诉团会撤销定罪 这次你见到 这案子除了一个被告是罪名成立 其他有些是认罪 其他全部是 罪名不成立 是当庭释放的 大家 可能自己去判断 这些严重的案件 有陪审团 是正确的 还是没有陪审团 正确的 可能你的判断 也是和你个人的 立场有关 如果你认为 这些案 在审讯的过程里面 或者 審问的过程里面 審问的过程里面 被告 被告出来的作工 发觉 在里面是很多 严刑敲问 屈打成招的情况 我自己一点都不意外 不过看到他们 说的内容 我都觉得相当震惊 一定要 钉死他 用尽有没有方法来钉死他 不过 做得太过分 这是有 陪审团审讯的案件 最后 陪审团明察秋毫 作出一个判决 这是 最后的了 刚才说过 控方 律政司不可以 陪审团里面的 对被告的无罪判决作出上诉 他只能 就一些法律观点 叫更高的法院上诉庭 作出一些澄清 只是这样的 在下一件案里才有约束力 对这件案 是毫无影响的 陪审团的 存在与否 的优劣 大家 又怎么看呢 如果 如果陪审团的存在 对控方有利 就不会在国安法案件里 取消陪审团 这是很清楚 很明显 他觉得 真是公道自在人心 普通平民百姓 你只要受某程度的教育 你就合资格做这个陪审团 你现在看看有什么 资格 刚才说过 他可以不选择你 觉得你 是怎么做的呢 不如我去到 去到法庭 那是全票 大家知道 全票是有法律约束力的 你不要理他 不理他就能拘捕你 这个书记官是可以抽签 很坏 很快就抽到我 真是惨 然后 控辩雙方都有权 反对那个人出行陪审团 例如我 当我说了我的职业身份 跟法官说我不是很方便 法官就说 为什么不行 你 法官真是很惡 真是很惡 为什么你说不行 你做这个职业有什么关系 你做这个新闻做这个评论有什么关系 接着到下一个阶 就是问 控辩雙方要不要这个 控辩雙方就说不要 这样 就是 就是这样的方式 控辩雙方去选什么陪审团 如果你看 美国的电影 就会对很多陪审团的背景 男女 什么案件 风花案 避害人是女性还是男性 有很多选白人 黑人 男性 女性 全部都有 计算 我不知道在香港有没有 例如有些说法 性着的案件 如果被告人是男人 被告的辩护律师 想选择多些男性的陪审 年轻被告案件 想选择多些年轻的陪审团 因为 比较同情的被告人 明白吗 这样 这个法律争议和事实争议 是作为一个 你可能会问 他们不懂法律的 普通的陪审团 好像宇宙大法之后 首席活法说的 他们不懂法律的 会不会乱判的 判审团的 原意就是 凭常识 法律也是不外乎常识 不是高深度 太空科技 不是量智力学 是常识 凭常识做一个判断 凭常识做一个判断 被判 被判决 各个被告 大部份的被告是无罪 法官 其实 自己 有没有常识呢 可能大家也有个疑问 这一节就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comment 你可以留言 可以share like subscribe 看这广告 有新片上 你们按了小铃铛 可以告诉大家 特别是对于 今次的建案 你怎样看 你可以留言 继续支持我patreon 和心静有快的channel 多谢你收看 再见 何渐 再见 有 未经许可 遥 更 你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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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